您看我们这个相声 也有过一段非常不景气的时代 这个戏法 其实我觉得有一段是更难的 您有没有在这个戏法的 白岸国产当中 有一段特别艰难的经历 有的 有几年的时间里边 我是和我爱人做小生意 来维持家庭 然后在天津 建了第一个金东方魔术城 这个建魔术城的钱是从哪来的 决定把我的一个单元房 卖掉了 也有小孩也成家了这么多的负担 就决定卖房子 四十年走过来 要感谢的就是他们和这些家人 刚刚说了这么半天了 您给我们也交了戏法了 有没有您能给我们展示一个 正式的一个戏法或者魔术的节目 这样我跟我的徒弟 给观众朋友们演一回大戏法 大戏法 太棒了 谢谢您 这一段郭老师和他的徒弟 带来的大戏法 让我们爷俩来呀 给您表演一回天津的大戏法 传统的艺术 大戏法就看身上戴 小戏法看的是手头块 戴要戴的秀气 藏啊 要藏得严实 变的时候啊 您就看一个筷子 咱们俩人谁先变 我先给大家变一手 先交代清楚 交代一下 我手上这个毯子啊 交代清楚 比变明没强 来 把毯子抖了开 啊 毯子面 没有戏法 你再瞧 毯子里儿 也藏不住 里儿啊 面 交代清楚了 接下来怎么变 怎么变 我把毯子啊 轻轻地这么 铺在台上 铺在台上变 变的时候 还要您帮忙 我要帮忙 你帮我拽住这个尖 我拽尖 我顿住这个脚 我说开 掌 这一伸手啊 变了一摞鱼缸 叫金玉满堂 做这个好 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是金玉满堂 对 我们是不变满台 我们可不下去 弹子要交代啊 按好了 打开交代交代 面上您瞧 没有细法 反过来瞧里儿 也藏不住 里儿面 交代清楚了 这回怎么变呢 怎么变 这回我把它搭在肩上 手不能回下 好 就这么快 好 先来一盆花 别回手 这儿还有 两盆了 五代花 变来两盆 不算 变来两盆不算 怎么样 还要接着往下变 对呀 弹子要交代清楚了 您看好了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弹子要看好了 面上您瞧 没有细法 里儿上 也藏不住 里儿面交代清楚了 这回怎么变 怎么变 这回我们把弹子托起来 肩上不搭 大腿不围 我们就把它轻轻地扑在台上 变的时候你帮忙 我帮什么忙 你帮我拉这个尖 好 好 手不能回去 掌 嘿 嘿 走 这么大一层 这真家伙 死的 够沉的 都是两拿着的 都是活的 你看 够重的 放在一旁不动 一伸手 变来这么四样 你这叫金玉满堂 对 我这叫荣华富贵 我们再多给大家变两样 可以 变细法离不开毯子 洗菜离不开田子 切菜离不开菜板子 好 先浇在后边 打开看 面是灵条 没有细法 里儿上 藏不住 里儿面 交代清楚了 这回怎么变呢 你就这样蒙着变 这毯子也忒大了吧 你要变什么变不出来 这么大个毯子 这毯子要不大 我不打不上 一套东西 大家都看见了 实话都说出去了 那这样 我有个要求 你说这毯子大 对 能不能让它小一点 小一点 小点 这回满足你要求 这样 大家说 够小吗 还不够小 大家说还不够小 还不够小 对 还不够小 带小点 够吗 还不够小 还不够 还小 对 还小带小 够吗 还不够 来符合名义 来 还得小 心从名义 这样行吧 还不行 还小 还不行 还小 还小 这还是毯子 要不上斩头了吗 这个 哎呦 哎呦 弹掉了 不要紧啊 不要弹了也变 地板啊 就在这放着了 哎 破 哈哈哈哈 祝大家荣华富贵 吉祥如意